作为一个中国人在美国摆地摊如何让老美开开心心的掏钱买货呢 今天就带大家领略一下我卖货的风采 俗话说男人靠哄客人靠捧 那在美国摆地摊到底靠什么呢 我在美国摆地摊从来也不吆喝从来也不忽悠 主打的就是一个品质跟性价比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的货呢基本上都是从中国进来的 很多在美国进的货呢也是中国制造的 我对咱们中国制造的货呢还是很有信心的 你看这些老美我刚摆好它呢就围码了人 你可以开开 也会经常遇到一些客人很信任我基本上拿着东西付款就走了 也不检查看一下有的时候我告诉他们打开看一下吧 他说不用了有问题我再回来找你 这种被信任的感觉真好呀 这两位是一对双胞胎姐妹 她每次来我这里只买一种东西 每次买完呀就可开心了 因为她在我这里能买到又便宜又好看的东西 在这里买东西有一些客人真的是很爽快 这个客人他买衣服我说你打开看一下吧 他说不用看了直接就把钱给付了 两个小孩买到他们喜欢的衣服也是非常开心的 虽然摆地他这个工作吧也不体面还要风吹日晒 但是呢却很有成就感 看到客人买到满意的货呀 我自己也替他们开心 而且自从摆地他之后啊我就不想再做其他工作了 摆地他比较自由不用看老板脸色 也不用完成上级任务 也不用处理同事关系 有人建议我说摆地他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还是趁着年轻好好学习 进入美国的公司怎样怎样 能够更好地融入美国生活 可是我摆地他以后再也不想给美国人打工了 再说我也不年轻了 今年35了 读完书出来就40了 然后再去投简历找工作 每天周一到周五都要按班按点的去上班 想想脑瓜子就疼 像我这样摆摆地他拍拍视频什么的 都是我喜欢的事情 我也很愿意去做 即使没有很好的福利 依然觉得很开心 毕竟人除了吃饱饭之外 开心最重要 我这些小钥匙扣 净价3块钱人民币 我卖3美元 你看他们买的可开心了 在前面的一个地他上 有卖的卖5美元 卖5美元 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讲有点贵 所以就3美元卖了吧 毕竟也是薄利多销嘛 这个大哥东西都没选好 就准备要付钱了 真的是太爽快了 这个小伙从中国进来的新货刚刚到 今天他卖得非常的好 一会咱们看看他今天卖了多少钱呢 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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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钱 很多钱 我挣了很多钱 我 我挣了 我挣了很多钱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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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挣了个钱 又过来买这个水果了 老板给我挑了一个又大又甜的西瓜 这个西瓜4美元一个 你来到这里 有很多钱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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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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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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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 是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啊 小吗 小吗 这样 哦 是的 这几个人本来不想买东西的 但是看到我这里的东西还不错 一试了一下 这个衣服又便宜又好 他们果断的就要买两件 他们在这选马选了 半天没有找到自己合适的 然后我帮他们选了一下 他们穿的非常合适 非常满意的 拿着货就走了 谢谢 谢谢 你怎么学到的呢 因为我工作在一个技术公司 哦,OK 你好,谢谢 谢谢 means thank you? 是的 谢谢 means thank you 这个小伙子说跟他一起工作的有中国人 教他一些中文 但是呢会教他一些脏话 他还很不好意思说呢 不过也挺有意思的吧 在这摆摊会遇到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人 快收摊了 还是有一些客人来买东西 算了一下 今天差不多 卖了有四百多吧 走吧 我们下床了 我们下床 是 我下床 下床 他们 まあ 我们下床 我下床